今天是2023年1月2日 我开始拍一些视频 看看我们介绍澳洲的生活 以及一些健康知识 今天带狗出去 狗刚刚剪了毛 本身很长 现在和它剪了毛 我们的家里 要驾驶20-30分钟的车程 一早就带狗出去逛逛 看看我们的环境如何 是这样的 这些就是三度 我们的家里 走出来没有多远 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就是一个很大的树林 这一条叫做主导 现在是人间 所以车是不太多的 我们的家里 我们继续乘客 这些是已经四五十年的房子 这些就是巴士站 这些是巴士站 通常呢 那些人呢 在这儿等巴士 就可以去到 整个城市的中心了 如果我们的家里 我们的家里 不要说是人 车都没有 车都不多 多一步 转到这里 就是一个大的树林 可以说 可以说 如果你在国内 你要开车 很容易才能找到 但是呢 在澳洲 这些大的树林 就 随便可以找到 很有优秀 这条路 是没有车走的 轧的 是轻轻的 现在是 早上是11点了 所以呢 人家说 某州是很山 很水 很静默 就是这样 这个大树林 非常幼静,有山有水 这些树起码超过几十年,至少百年 我们继续走 这里的样子是非常充足的,非常舒适 如果在居住的环境下,非常舒适 如果来退休,就最好了 你看,这些大树,可以自然倒下 结底后,没有人来 这些树被困难了 令整个树倒下 我把树倒下 放开树,在树林里 我会自己到处 自由自在地去 现在是澳洲的天热 所以,它本身是很长木 我现在把它剪至短,剪至没有木 在长木的时候,它是很可爱 现在是很可爱 现在是很可爱 到此 留下自己的记忆 印记 这个树林很大 可以横跨 可以整个 按照中国的标准 差不多半个街道 这里是树林 下面是一条溪水 稍后我带大家走 看看 你为什么要去上爬山? 我们在广州以前都在白云山 好像出油 这里,我穿一条 这一条距离 可以每日都行十次八次 每日都行十次八次 不如我们带大家去这条 下面的小溪 一起走下去 走下去,就是小溪 看看有没有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所谓的小鸡 散散流水 墙 鸡 鸡 鸡 墙 鸡 鸡 墙 墙 這裡有很多石頭 這些石頭都是河底的石頭 你看看這本樹 多高 可以有幾十米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裡 這裡呢 居然有一條小橋 這些都是本地政府特地裝飾一下 有些生氣 等下大家 有些公園的感覺 有些小橋 有些牙齦 有些小橋 在這裏 走出來 就在兒童的遊樂地方 很简单 有玩青秋 有滑梯 一小孩很喜欢过来玩的 这些呢 就是方便附近的居民 但是 玩的人不太多 看起来的蓝球场 更简单的蓝球架 走到这里就是 猎鱼仙的地方 有单层 和双层的 不同的 女人的 住宅 如果中文说 就叫冰水 而英文说 就是House 这家居民 十个月前 就是一家 很普通的平房 这家居民 这家居民 拆了 这么大 这么大的面色 把这家居民 拆了之后 就建成 两间 一边 很舒服 在前面 看着 差不多 看着 这家居民 就这么厚 想起来 先就是一般 这样的 現在變成兩層一地兩屋的房子 中心中,打橫打功夫就行了 我們是沒有人的 我們現在在廣場煮一條 走進去的街道 對著我們剛才我們 在廣場煮一條 剛才我們 在廣場煮一條 我們是沒有人的 出來的那個 叫做森林